警砖学生使出浑身结束训练 要有生命保护人民 但却有人已经沉沦犯罪 甚至惊传警戒早辈 黑帮沈透 派出所副所长被自己人查出贩毒 还有远景公器私用 朝前女友新欢车辆杂车暴富 甚至连警砖女学生还没毕业 就在墾丁大喇喇开启毒趴 今年警砖招生更放榜 录取率创下历年新高 警戒不少人担心学生素质下降 因为黑帮渗透遭有端倪 现在救赌警砖的学生 跟黑帮帮派过重生命 放假就一起混在一起吃吃喝喝 这跟无间道黑白颠倒有何不同 就连警方查期横行桃源 杀人绑架开枪无恶不作 老大曾被列为十大要犯之首的小男们帮 都在堂口经见警砖紧张与考古题 黑帮想在警戒安插自己人 仿佛造成了公开的秘密